哈喽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没想到关注我的都是爱学习的小酒鬼 今天呢就趁大家对上一期雪莉酒节目的印象还热乎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讲雪莉酒独特的酿造跟成年方式 以及回答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雪莉酒该怎么储存 打开后的雪莉酒又可以存放多久呢 话不多说,马上走起 啪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那有很多酒鬼问我说 加强酒里的波特酒跟雪莉酒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雪莉酒用的是白葡萄 波特酒大多数用的都是红葡萄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喜欢喝波特酒的酒鬼 在上方扣衣 下次我可以做一个波特入门科普 想看的赶紧给我扣衣 你知道我是最宠爱你们的 那讲回雪莉酒的酿造方式 雪莉酒区别于其他酒类呢 就是它有两种非常独特的成年方式 第一种呢叫做生物成年法 第二种呢叫做氧化成年法 那么酿酒师怎么来判断是用生物成年法还是氧化成年法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白葡萄发酵之后 如果酿酒师觉得这种葡萄酒呢 酒体比较轻,颜色比较淡 就是用生物成年方式 那酿酒师会加入少量的酒精 把酒精度带到15度左右 这时候酵母其实是可以工作的 所以呢会在酒桶的上方出现一层小棉被 那这一层小棉被呢 其实是阻隔了空气跟酒的氧化过程 就会是这种浅色的雪莉颜色 而且味道呢会趋向于酵母啊 酸面包还有杏子杏仁的味道 那酒体比较重的颜色比较深的白葡萄酒 酿酒师就会决定用氧化成年法 它会加入酒精把酒精度提升到17度 这时候呢酵母其实是不能工作的 会直接盛到酒桶的最底面 所以这个时候酒桶里的酒就会跟空气接触 就会是这种氧化的颜色 深谷破色 味道呢就会趋向于李子干什么 川贝 琵琶 鹿 李子汤这样的味道 而且雪莉酒跟其他酒最不一样的 就是它有一套非常独特的成年系统 叫做Sorella System 如果你要学雪莉酒 Sorella System必须学通 所以无论是用我们刚刚讲的生物成年法 还是氧化成年法 都要经过这一套Sorella System才叫做雪莉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在成年雪莉的时候 会将木桶一层一层一层的叠到最高 那么最上面那一层一定是最新的酒 然后依次往下走 我们装瓶的雪莉一定是从最底下的这一层拿出来的 从最底下拿出来多少酒 就是要用上面的酒去补 每一次拿不能超过桶的三分之一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朝善卤 而做老卤的概念 其实就是往里面加新卤 所以雪莉用这种Sorella System去成年它的酒 就是想在十几年中 他们雪莉的品质跟口味都保持一致 那有我收到很多酒鬼的私信问我说 买来的雪莉酒在没开瓶的情况下可以储存多久 那么打开之后的雪莉酒又可以储存多久 那在不开瓶的情况下不同风格是有不一样的储存时间 像Montillina这种纯生物成年法做出来的雪莉 是应该新鲜喝的 是不应该成年的 买来之后就赶紧把它喝掉 那Montillado是经过一段生物成年法和一段氧化成年法 所以会比Montillina比较能放一点 买来的Montillado在不开瓶的情况下 可是可以放到两到三年 那最后是用纯氧化成年法做的Oraloso跟Cream Cherry 放越久的风味会越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开瓶之后的雪莉可以放多久 我就知道你们买回来之后就开瓶了 你们怎么会等呢 那在开瓶的情况下Montillina还是最脆弱的 我建议开瓶之后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 而且最好是在两周内把它喝完 而Montillado开完之后也是一样要放到冰箱 但是它可以在两周到一个月内把它喝完是没有问题的 Oraloso跟Cream Cherry是一样 开瓶之后是不需要放到冰箱的 但是我建议一年内把它喝完才能喝到最好的风味 所以开瓶之后的雪莉酒 Montillina两周内喝完的Montillado两周到一个月 Oraloso跟Cream Cherry一年内把它喝完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两期雪莉的专题节目 对雪莉酒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如果你们有什么喜欢的或者好奇的酒类想让我做科普的话 别忘了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 拜拜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